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贵州和云南关系虽好 然而在新时期两省同样是竞争关系 且两省都是近年国内经济发展最迅猛的几个省份之一 那么很多人就会问贵州和云南究竟谁更富裕呢 答案你可能想不到 首先从地区生产总值GDP来看 截至2017年 云南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530亿亿元 而同期贵州市 现地区生产总值13540亿元 从GDP总产时来看 云南目前要越强于贵州 但贵州作为近些年的后期之秀 近五年来GDP增速 一直位居全国前三甲又要越高于云南 发展势头也是十分的强景 看一个地区负不负 GDP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更重要的还得看人均居民收入 那云贵两省的人均居民收入都怎么样呢 资料显示 2017年贵州人均居民收入为15121元 全国排名第二十九 而同期云南人均居民收入为16720 全国排名二八 但从人均GDP来看 云贵两省的位置又恰好相反 贵州排名全国二十九 云南排名全国三十 不得不说 云贵这两兄弟可以说实力是在伯仲之间的 云南省贵昆明全省下辖十六个地州市 扶原面积三十九点四一万平方千米 居全国第八位总人口四千七百七十点五万人 贵州省贵阳全省下辖九个地州市 扶原面积七点六一六七万平方千米 总人口三千五百八十亿万人 各位小伙伴们 对于贵州和云南两个省 你们认为谁更富裕 未来谁的发展潜力更大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小伙伴们